全能神话语朗诵 皆是狄基督 副篇四 总结狄基督的人性品质与性情实质 一 四 自私卑鄙 狄基督没有良心理智 没有人性 不但不知羞耻 还有一个典型的特征 就是特别自私卑鄙 从字面上看 自私卑鄙容易理解 就是唯利是图 凡涉及自己利益的事 就用心能吃苦付代价 花心思 花精力去做 与自己利益无关的 就视而不见 置之不理 别人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谁打岔 谁搅扰都不管 都与他无关 说得好听点 叫从来不管闲事 准确地说 这类人就是卑鄙 猥琐龌龊的人 咱们用自私卑鄙 来定性 狄基督的自私卑鄙 有哪些表现 凡是对他的地位 名誉有利的事 他就下功夫 去说去做 受多少苦都愿意 但对于神家安排的工作 对神选民生命长进 有利的工作 他都置之不理 甚至有恶人打岔搅扰 作恶多端 严重影响教会工作 他都不管不问 好像与他无关 有人发现恶人作恶 跟他反应 他还说没看见 假装不知道 但如果有人检举他 揭露他不做实际工作 只追求名利地位 他就红眼了 赶紧召集人研究 怎么应对 调查是谁在背后做事 谁主使的 都有谁参与 他不吃饭不睡觉 也要把这事弄清楚 彻底解决 甚至把参与检举的人 都处理掉 他才痛快 这是不是自私卑鄙的表现 这是做教会工作吗 这纯属是在为自己的 权利地位做事 是在搞自己的经营 敌基督这类人 无论担当什么工作 从来不考虑神家利益 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是否受到损害 只考虑眼前对自己有利的那点活 对他来说 教会的主要工作 只是业余活 他根本不当回事 推一推 动一动 他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只做维护自己权利地位的工作 凡神家安排的工作 福音扩展工作 神选民的生命进入 在他眼中都不重要 无论别人的工作 有什么难处 发现什么问题 向他反映 话说得多么诚恳 他都不理睬 也不参与 好像与他无关 教会工作 无论出现多大问题 他都不管不问 即使把问题摆到他面前 他也只是应付了事 除非上面直接对付他 命令他处理某个问题 他才勉强做点实际工作 做个样子给上面看 过后还是忙自己的事 教会的工作 涉及全局的大事 他都不关心 不搭理 甚至发现问题 也不处理 别人提什么问题 他也是应付应付 支支吾吾 很勉强地应对 这是不是自私卑鄙的表现 还有 狄基督无论尽什么本分 总考虑能否出头露面 只要能提高知名度 他就绞尽脑汁 想方设法地去学去做 只要能出人头地就行 他无论做什么 想什么 处处只为自己的名利地位着想 无论尽什么本分 只争高低 争输赢 争名望大小 他只在乎 崇拜仰望他的人有多少 听从他 追随他的人有多少 他从来不交通真理 不解决实际问题 从来不考虑 怎样尽本分 能达到办事有原则 也不反省 自己有没有忠心 有没有尽到责任 工作还有没有什么 偏差漏洞 还存在什么问题 更不考虑 神的要求是什么 神的心意是什么 这些他丝毫不理睬 只为得到名利地位 满足野心欲望 埋头做事 这是不是自私卑鄙的表现 这就完全暴露出 他内心充满了野心欲望 与无理要求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受他的野心欲望支配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动力源头都来自于自己的野心欲望 与无理要求 这就是典型的自私卑鄙的表现 有些带领不做实际工作 为了向上面交差 为了不挨对付 为了不被撤换 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在弟兄姊妹身上费尽心思 让人给他效力 他做工作只讲自具道理 不交通真理原则 不解决实际问题 不凭爱心帮助人 不体谅人的难处 也从来不解决 人在尽本分上 和生命进入上的实际难处 谁消极了 他也不扶持 除了打压责骂 就是给人讲道理 喊口号 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他不是体贴神的负担 而是想利用弟兄姊妹 尽本分的成果 来给自己涂脂抹粉 来保住他的地位 如果弟兄姊妹尽本分 果效好 他就高兴 就到上面去邀功 心里还在自夸其得 觉得自己本分尽得不错 另外 他还跟上面说 做着工作的时候 遇到多少难处 神是怎么给开辟出路的 他是怎么带领弟兄姊妹 共同努力 克服了这些难处 怎么帮助弟兄姊妹完成这项工作的 怎么守住原则的 怎么清除恶人的 还要把自己做工作 所付的代价 所做的贡献标榜一番 让上面知道工作做得好 是他的功劳 言外之意是告诉上面 我这个带领是名副其实的 你们选我做带领选对了 这是不是自私卑鄙的表现 有自私卑鄙这方面人性表现的人 有几句口头语 比如安排他做一处教会的带领 他就总说 我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生活多好多好 我的弟兄姊妹 生命进入多好多深 都有生命经历 我的弟兄姊妹如何爱神 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如何 这是狄基督的口头语 从他的口头语上可以判断 很显然 他把自己所负责教会的弟兄姊妹 当成了他的羊 把他所控制的教会里的一切 都当成了他的私有财产 这是不是不知羞耻 为什么说这是不知羞耻呢 凡属自私卑鄙的表现 都是因不知羞耻产生的 所以说自私卑鄙就是不知羞耻 这类人有自私卑鄙的表现 肯定就是不知羞耻的东西 让他做带领负责一处教会 带领神选民尽本分 做一些具体工作 他就把这些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了 谁也动不得 完全由他说了算 狄基督把神选民 把教会工作 还有教会的设备财产 都当成私有财产 这本身就有问题了 就是想霸占神家的财产 霸占这些神选民 他还把这些当成自己与他人 一争高下的资本 出卖神家利益 坑害神的选民 他都在所不惜 你们说 狄基督还有良心理智吗 心里还有神的地位吗 还有敬畏神的心与顺服神的心吗 一点都没有 所以说敌基督就是撒旦的差异 就是恶魔下界 一点都不过分 敌基督心里没有神 也没有教会 更不把神选民放在眼里 你们说 你们说有弟兄姊妹的地方 有神工作的地方 哪里不是神家 哪里不是教会 但敌基督这类人 只考虑自己地盘范围内的事 其他地方他都不管也不关心 甚至看出问题也不搭理 更严重的是 有的地方出了问题 给教会工作造成损失了 他也不理会 问他为什么不理会 他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还说出这么一套谬理 他这话听起来 好像有理智 做事有界限 外表还看不出问题 但实质是什么 这是自私卑鄙的表现 他只为自己做事 只为自己的名利地位做事 根本不是在尽本分 这就是敌基督 另一方面典型的特征 自私卑鄙 敌基督自私卑鄙的实质 很明显 这方面的表现特别突出 教会交代他一项工作 如果能让他有名有利 还能露脸 他就特别感兴趣 愿意接受 如果是得罪人 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或者不能让他露脸 对他名利地位不利的工作 他就不感兴趣 也不接受 好像这工作 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不是他该做的工作 他遇见难处 绝对不会寻求真理解决 更不会从大局出发 考虑教会工作 比如在神家工作范围内 根据整体工作需要 会有人缘调动的情况 如果从一处教会调几个人 那这处教会的带领 该怎样对待这事 才算有理智 如果他只顾自己教会的利益 而不考虑整体的利益 死活不同意把人调走 这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他做教会带领 就不能顺服神家的统一安排 这个人是不是体贴神的心意 是不是从工作全局着想呢 如果他不考虑神家整体工作 只考虑自己教会的利益 这是不是太自私卑鄙 教会带领应该毫无条件地 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顺服神家的统一安排调度 这才合乎真理原则 在神家工作需要的时候 无论哪一个人 都应该服从神家的调度安排 绝不应该被哪一个带领工人 控制归他所有 由他说了算 神选民顺服神家的统一安排 这是天经地义的 任何人不能违背 除非个别带领工人 不合乎原则的随意调动 可以不服从 如果是合乎原则的正常调动 神选民都应该顺服 任何带领工人都没有权利 没有理由控制哪一个人 你们说 哪项工作不是神家的工作 哪项工作不涉及神国度福音的扩展 都是神家的工作 不分薄厚不分彼此 如果是按照原则 是根据教会工作的需要来调动 这几个人就应该去最需要他的地方 但是狄基督遇到这类情况 怎么处理 他会找各种借口理由 把这几个合适的人 留在自己身边 而找两个一般的人提供给你 然后还找借口刁难你 或说工作太忙 或说缺人手实在不好找人 如果把这两个人调走 就会影响工作 还问你怎么办 让你感觉把人调走 是欠了他一个人情 这是不是魔鬼的做法 外邦人就这么做事 在教会中做事 总维护自己利益的人 是不是好人 是不是按照原则办事的人 绝对不是 这是外邦人不信派 这是不是自私卑鄙 如果从狄基督身边 调走一个素质好的人 尽别的本分 他心里就一个劲地 抵触拒绝 就想摔耙子不干了 他做带领 做组长都没劲了 这是什么问题 他为什么对教会的安排 没有顺服呢 他觉得 调走一个得力助手 就会影响到 他的工作果效 影响到工作进度 他的地位 他的名望 就要受到影响 这样 他就得多出一些力 多受一些苦 才能保证工作果效 这是他最不愿意的 他贪图安逸惯了 他不愿意多做一点工作 多受一点苦 所以他就不放人 神家如果硬把人调走 他就大发怨言 甚至想撂挑子不干 这是不是自私卑鄙呀 神选民应该由神家统一调度 跟任何带领 组长 个人都没有关系 谁都得按原则办事 这是神家的规矩 狄基督 狄基督不按神家 狄基督不按神家原则办事 总为自己的地位 利益 图谋算计 想利用素质好的弟兄姊妹 为他效力 来稳固他的权力地位 这是不是自私卑鄙 从外表来看 把有素质的人留在身边 不许神家调动 这是为教会工作着想 其实他完全是为了个人的权力 地位着想 根本不是为教会工作着想 他是担心教会工作搞不好 就会被撤职 就会失去地位 狄基督根本不考虑神家的整体工作 只考虑个人的地位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不惜损害神家利益 以教会工作受损失为代价 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自私卑鄙了 遇到这种情况 起码得凭良心想一想 这些人都是神家的人 不是我个人的私有财产 我也是神家中的一员 我凭什么拦阻神家调人呢 我应该考虑神家的整体利益 不应该只顾自己负责范围内的工作 这是有良心理智的人该有的想法 也是信神之人该具备的理智 神家是整体的工作 教会是局部的工作 所以神家对教会有特殊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 带领工人首先应该顺服神家的安排 才是最重要的 假带领狄基督就不具备这样的良心理智 他们都很自私 只为自己考虑 不为教会工作考虑 只考虑自己眼前的利益 不考虑神家全局的工作 所以他们绝对不会顺服神家的安排 他们太自私卑鄙了 在神家里还敢打横 还敢做钉子户 这就是最没有人性的人 就是恶人 狄基督就是这类人 他总把教会的工作 把弟兄姊妹 甚至把凡是他负责范围内的神家财物 都当成了他的私有财产 怎么分配 怎么调度 怎么使用 都得他说了算 神家无权干涉 交在他手里 像被撒旦霸占了一样 谁也动不了 他就像地头蛇 山带王一样 谁到了他的地盘 就得乖乖地 服服贴贴地 听他指挥 听他调度 看他的脸色 这就是狄基督 人性品质里 自私卑鄙的表现 他们丝毫不考虑 神家工作 不按原则办事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地位 这就是狄基督 这类人自私卑鄙的一个明显特征 还有一种情况 无论是弟兄姊妹奉献的钱 还是物 按照正常情况 不管奉献多少 都应该交给神家 但有一些狄基督就误认为 本教会弟兄姊妹所奉献的 就归我们教会所有 归我们教会保管使用 我们怎么用 怎么分配 任何人没权干涉 更没有资格拿走 所以 你问他们教会 有多少奉献款 他怕你拿走 就不告诉你实数 有些人说 怕拿走是什么意思 他是不是想自己花呀 不一定 他认为 我们教会也需要钱 要是拿走了 我们怎么做工作呀 上面处理这些事 是有原则的 你为什么不按原则办事呢 给你留一些足够工作使用的 其他的神家有统一安排 这些财物不是哪个 教会带领的私有财产 这是神家的东西 而有些狄基督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欲望 为了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势力范围内 财物有保障 他就把这些东西扣下 据为己有 不让任何人使用 这是不是自私卑鄙的表现 这也是狄基督的人性品质里 一个典型的具体表现 狄基督这些人又坏又恶 丑陋 邪恶 猥琐 卑鄙 说起这类人就恶心来气 他们外表看着像个人 话说得还挺好听 什么道理都懂都通 一做事 他丑恶的人性就暴露出来了 都不堪入目 正因为每一个狄基督 他的人性品质里 都具备这些丑恶的东西 他才能做那些恶事 所以才说他们是狄基督 这个逻辑对不对 就是说 人性品质里 具备那些凶恶邪恶的性情 才能做出狄基督做的那些恶事 才能定性他为狄基督 就是这么回事 说一个人是狄基督 若说他的人性善良 正直 诚实 真诚 这对不对 这肯定就不对了 若一个人撒谎成性 就有狄基督的影子了 若一个人阴险毒辣 又有狄基督的影子了 若一个人自私卑鄙 唯利是图 胡作非为 不知羞耻 那就是恶人了 那这个恶人 如果掌权了 就是狄基督